现在美国的这个政界呢 出现了一种现象啊 自从这个 维基尼亚州长呢 这个共和党商人 Glam Eugen胜出之后呢 出现了一种现象和一种规则 就是说 共和党呢要赢得选举的胜利 尤其是明年中期选举的胜利 他必须distance with the punk Trump 就是说 你要想赢得选举的胜利 你击败民主党人呢 你必须和川普保持距离 这是为什么 Yugen这是获胜的原因 因为川普呢 他被ban 被禁止在这个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等等 这些美国的这些 常用的这些社交平台上呢 发表他的这些谣言言论 所以呢 这些共和党的人呢 才有机会 重拾一点脸面的 所以这回 幽警选举呢 他没有邀请川普 川普也没有去 因为川普是知道自己的这个 煽动性的语言和这种谣言呢 还有他这种 这种流氓的这种形象会影响到幽警 所以他不敢去的 所以幽警赢了 幽警赢了两个百分点的 所以这就给这个共和党人呢 提供了一个战胜民主党的机会 为什么他们在去年输得这么惨啊 总统 参议院 众议院全部输给民主党 输得连裤子都不剩 就是因为川普的形象 太差了 而川普呢 从这个 social network上消失呢 这是对共和党来说 是一个winfall 就是美国人说winfall 就是意外之财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感觉有这个共和党的红色暴潮又卷土重来的感觉 因为他们认清了川普是共和党的一个毒瘤 他们要想击败民主党 他们就必须跟川普划清界限 对不对 抛弃川普才有机会赢得选举的胜利 对不对 因为目前确实美国面临着一些困难 比方说因为新冠疫情呢 美国的经济对不对 受到沉重的打击 对不对 再加上外交政策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阿富汗撤军呢 还有这个西部的这个移民问题啊 对不对 很多这种问题呢 都是因为被前任川普搞得一团乱糟 像撤军移民问题都是川普挖的坑 拜登不断的在填坑 但在填坑的同时呢 也会饱受诟病啊 比方说美国最近重返这个巴黎的气候协定的这个委员会 所以你知道你干实事的人往往会受到抱怨 而这个嘴把式的人呢 往往会升官发财 这是这是一个通力啊 所以呢 川普成为共和党的独流 要想赢得选举 远离川普